目前国内的疫苗第四剂已经开打 许多民众自6月6号起已经符合接种资格 并开始施打 特别是最早开放达第三剂的65岁以上长者 以及免疫缺损者 已经可以到医疗院所网页预约挂号接种第四剂 台北市卫生局表示 凡与追加剂间隔5个月即可预约 今年6月30号前接种 不论第一、二剂还是追加剂 及第二次追加剂均有500元礼券 及两剂快筛试剂 鼓励长者踊跃接种 台北市的第16期的COVID-19的疫苗登记 这个预约的系统已经从今天早上9点 到明天下午的5点来开放了预约 那本次的开放预约有4种疫苗 包括儿童的BNT 12岁以上的BNT 紧莫德纳跟高端这4种疫苗 平台总共提供了58,990个名额 在6月20到6月26号 也就是下个礼拜一开始施打 另外也有27家的医院 有开设特别的门诊 总共有15,345个名额 民众可以到这27家的医院 去做一个预约挂号 那为了珍惜医疗的资源 提醒我们民众 我们不要在这个平台 以及医院重复的这样子的预约 只要预约一个就好了 那国内的本土疫情仍然还是相当的严峻 那中央已经开放了65岁以上的长者 以及55岁以上的原住民 可以接种第二次的一个追加剂 也就是我们讲的第4剂 那凡是以第一次的追加剂间隔5个月 也就是150天以上的话 就可以开始预约接种 那65岁以上长者跟55岁以上的原住民 在6月30号以前 无论你接种第一季第二季 或者第一季追加剂 或第二次追加剂 都可以得到500元的 你见跟两季的一个快晒剂 所以还是在这边呼吁我们符合资格 符合接种资格的人 可以预约我们这个平台 然后赶快去做一个施打 那如果真的不会上网预约 也可以利用我们台北车站的 中型街总站跟捷运松山站 这个礼拜也都有开始在打 那相关的疫情 以及刚刚我们所讲的一些 疫苗预约的一些资讯等等 都可以在我们的COVID-19的一个专区来查询 那如果还是有一些相关的问题 还是可以到我们的防疫专线 2375-3782以上 台北市卫生局呼吁确诊者 人数虽趋缓 仍要提醒市民朋友遵循防疫规范 紧速完成疫苗接种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